天氣不穩定 台灣在昨天午後 好多地方都突然下起了大雨來 在台北縣三峽的這個雨量是最大的 達到了258毫米 在土城的永河街還大淹水 讓在學校晚讀的小朋友因此受困 還要出動橡皮艇來加以接送 不是颱風天 不過下午開始連續大雨 讓台北縣土城部分地區淹大水 小朋友差點被困在學校出不來 還好有救難人員出動橡皮艇 把他們一個一個送回家 這場大雨來得太快 附近的居民都嚇了一大跳 晚上水雖然慢慢退了 不過還是淹到一般人的小腿肚 開車經過的民眾還是不敢大意 就怕引擎進水 不過停在路邊的黑色轎車就沒那麼幸運了 車內進水 主人忙著拿鐵盒子徒手把水撈出來 車子買多久 兩年啊 他不就很心痛 有什麼辦法 這又不是人為的 看到愛車泡在水裡 車主很無奈 附近的居民也說住在這裡30年了 還是第一次看到水淹的這麼嚴重 民心人陳豪 蔡瑞妍言 台北報導 透過人家 他的地道